某大师口出狂言 说他让个马都可以随意的拿捏王铁锤 锤子一听笑了 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放马过来吧 也不需要你让马 铁锤呢先走 直接就骑马局 这个某大师呢还跟着人家学 红旗挺兵致马 他也挺足致马 红旗上个马 他也上个马 双方都是平风马 静子骑 那红旗订个炮 你看学不学了 那黑旗看你订个炮 人家一压你一压 那这也没有任何便宜啊 光学人家 他就飞了一手像 不学了 那红旗呢就平炮 奔住这个嘛 黑旗呢高炮 从他出狙 黑旗出狙 红旗呢也飞个像 黑旗呢 进狙 抓住炮 你要是打足呢 他就在进兵 那红旗呢就进个炮 再来一门大炮 双炮啊 占据你的足林县 就问你现在吃不吃 你要不吃 我下手再打你的足 你可就没有足武进一的手段了 就逼着你交换 交换完之后呢 他把炮一吃 这样呢 你这个鞠 还在 隐隐约的在这个炮火里面 以后啊 你这足不敢冲 你这个足林县打不通 红旗以后 还有送兵的这种手段 那黑旗呢就进足 以后准备高居 把这个炮撵走 那红旗呢 先补一手试 以后啊 准备出贴身锯 黑旗高居 赶快把这个包给他赶走 那红旗呢 把这个包退回来 黑旗啊 终于走出来 走到这个足武精英这条旗 打通足林县 能够灵活这个鞠 那红旗呢 就先出个贴身锯 让你啊 去站到一些好位置 那黑旗呢 就选择了这个 送编组 红旗呢 就平炮牵制 黑旗把锯出来 下一招啊 他还有一个定居做霜 那红旗呢 开炮 编组给他干掉 黑旗平炮 拦住 不让他下敌 红旗呢 又选择了一手定居 那一旦让这个居 平过来 抠住这个马 那就是双居都在这一侧 那黑旗可以说是压力山大 所以说呢 万万不能放这个居过来 这一手试 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进兵 来邀队 你要一吃 他再打过来 黑旗呢 也不甘示弱 他也来对足 活马 红旗吃掉 他再来 选择了飞掉 那这个飞掉 应该说这个思路啊 前后脱节了 他既然要对足 那就应该 拆散这个炮架 就应该把这个族啊 也冲过来 以后呢 再往下冲 双方啊 对着干 那红旗一吃 他一吃 红旗把马上去 他再把项落回去 那你这个项 你看一飞一落 在这里呢 又花费了两步棋 红旗这个鞠在这没用了 他就退回来 飞旗抵住 红旗呢 就来一手回马金枪 乾坤大挪移 以后啊 再这样跳上去 飞旗呢 上马 那红旗呢 先把鞠甩过来 现在啊 双鞠双马 一个炮 五子归边 你这边呢 还是一个空门 黑旗啊 已经是在瑟瑟发抖了 上马 红旗呢 就进炮 牵制住他 以后呢 再冲兵 那黑旗呢 来一个反牵制 平炮 拉住你的鞠马 红旗呢 就兵无尽一 黑旗呢 置之不理 上马 就问你红旗敢不敢冲 你敢冲 哎 他就铺槽 那这个一铺槽 不得了了 要命了 那红旗呢 就先飞个巷 把他拦住 反正你也不敢吃我 那黑旗呢 就先把鞠走开 吃你的马 你的马也走不开 那红旗只此一招 对着干 冲过去 吃出他的马 黑旗呢 在这里选择了 先抓两部炮 不想让这个炮啊 下底去 抓 你抓 他就平开 你再抓 他再平开 你 人家这个炮没根 你紧抓 犯规 那黑旗选择了 跳进来 红旗在这里 就选择了一手对鞠 对鞠呢 就比较稳健 对完鞠 你这边没鞠了 这个还有鞠码 鞠炮 双马四格子在这里攻你的空门 他要是想保留变化 复杂变化呀 可以走一手鞠四平三 也是红旗占用 黑旗呢 这个鞠肯定是不敢躲呀 你要是躲开 让人家双鞠双马一个炮 五格子在这边那不得了 他就对掉 吃掉 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近马 那红旗呢 这个马也不要了 下底炮 你敢吃马 扁一僵 退一僵 把鞠给你抽了 他治了一手诗 这个知识防止抽僵啊 他不如啊 回马 回马之后啊 以后有一些 卧槽攻杀的手段 你这个抽也抽不到东西 是不是 这招知识 反而给了红旗机会 红旗呢 定居一僵 被鞠上老僵 红旗又来一僵 下去 你刚才在这里紧捉我炮 那我呢 就剁将你两下 我也报报仇 打了几僵 你不能总僵啊 总僵犯规 红旗上马 他也不怕你过来单俩 一跳俩 你一跳俩 他马一跳 又形成一个连环马了 那他就选择吃兵 吃住这个炮 那红旗呢 一僵 上老僵 红旗呢 平均 吃住这个包 那黑旗呢 定马 以后啊 他就要定底吃你的马 甚至啊 以后就弃马挂将了 要命 那红旗呢 在这里啊 就选择打试 打完试 摆脱这个牵制 又吃着你的包 又打着你的马 那黑旗呢 只能是出老将了 那红旗呢 就简明给他交换掉 把炮吃掉 然后呢 红旗呢 在退居捉马 试探黑旗的硬招 问您 现在你是把马跳进来 你还是把这个马呢 退回去 实战呢 他选择了这个 进马 那这招旗呢 应该说 又是一步软手 他呀 应该走一手 马四退三 把马退回去 因为这个猪马 在这个位置啊 对红旗啊 有牵制 他老是虎视着这个挂脚 那这招进马之后呢 红旗呢 进居一将 退起上老将 红旗呢 兵武尽一 这个下兵可不得了了 一旦让把这个中相吃了 再退一将 再把士吃了 那这个没法玩了 所以说呢 他把相飞起来 那红旗平兵 以后就准备吃相 再退一将 再拱你的士 小谷追风 一路就给你弄死了 退起呢 赶快又把士落回去 那红旗呢 顺手牵羊 把相一吃 退一将 准备吃你的士 你的士又不敢躲 你躲退一将 往下冲兵 这一路冲 也就白白了 退起呢 被逼无奈 他又选择了一手 回马 那你看看 一开始人家的退马 就没有这种棋了 对不对 那红旗呢 就退一将 他下去 然后呢 他又来了两将 得出机会 将几军过过瘾 把这个中士啊 给他一扒 这个是个光老将了 他把兵吃了 他退回来吃相 他退回来吃相 看似是吃相 其实呢 是想平内上啊 捉你的俩马 那黑旗呢 就把马回到中间 不让你这个 往内上平了 捉这个马 那红旗呢 就先把相啊 回来 也不让他吃 黑旗呢 就进底捉马 红旗呢 退个马 连环住 那黑旗现在是 逛老将了 他为了想谋合 就选择了进马 准备啊 对子求和 红旗平居 黑旗先吃掉一个马 红旗呢 来一将 黑旗进老将 红旗得住机会了 再给你来个 九九八十一将 打了几将 那这个旗 如果说红旗换马 黑旗杀他是带江 然后他退回来 盯入兵 他再把族一吃 形成这个居兵 对居像 那这个残旗 大家认为 红旗能不能取胜呢 人家如果说 没有这个像 肯定是红胜 现在有个像 那到底是 何旗还是红胜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发表你的看法 红旗呢 也没有那样走 他觉得那样 拖泥带水了 他不给他交换 回马踩一下鞠 那黑旗呢 就退鞠 捉一下兵 红旗呢 就顺手牵羊 把族一吃 然后呢 把这个兵保住 那这样形成鞠马兵 四将全对他 鞠马逛老将 那这个旗呢 黑旗呢 就没招了 他平鞠抓一下马 那红旗呢 就把马呀 上边上去了 你再捉 他就跳上去 他选择走这 请到这 下一手啊 他就有一个 马八退六 马八退六 进一将 又要挂脚 又要吃你的马 那红旗呢 就把相一落 黑旗呢 也把相一落 红旗呢 就选择了进兵 黑旗呢 选择回马 下一手 准备进敌 杀象 叫杀 吃马 那红旗上马 黑旗进居 红旗呢 先落一手士 落手士 弥补底线的毛病 而且呢 敞开中路 要白俩将来杀你 他选择吃相 红旗在这里 选择了平鞠将 其实啊 他可以啊 进居吃相 进居吃相 下一招 一将一将 也是带着杀 你上老将 他就可以选择 不要这个马了 把相一吃 你一吃马 他这个 退回来 一捉马带着杀 给你交换了 这个旗啊 也是 红旗 聚兵 对你聚光老将 实战呢 他是选择了 来一将 然后啊 站住中 那你不敢吃马呀 杀象一将 是个杀 连杀 上老将也没用 杀一将一退 他都选择出老将 那红旗看得很清楚了 来一将 然后呢 进居吃相 黑旗不敢吃马 上老将 那红旗呢 把相一杀 退去出老将 红旗呢 再一退居 又要吃马 又要赵将要命 那大势已去 退去呢 也只好投资任父了 这一步就算了 这一步就算了